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营销实战课 我是小马颂 这是这门课的导论 我想跟你说说咱们这门课在解决什么问题 让你对这个课程框架有个了解 咱们这门课叫营销实战课 在进入具体的实战之前 我想先和你讨论一个有点务虚 但却很重要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营销 你可能给不出一个定义 但我猜你肯定能够举出很多印象深刻的案例 比如说肯德基疯狂星期四这样的事件策划 元气森林灵堂林指灵卡这种广告口号 再比如2023年比亚迪 我们在一起那样的视频广告 还有像酱香拿铁那样的联名推广等等 我们会说这些品牌都很会做营销 这些确实都属于营销 但不是我们这么刻意定义的营销 搞联名做投放 这些都只是营销里非常小的一部分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营销呢 营销大师科特勒 他给过营销一个定义 企业为从顾客那里获得利益回报 而为顾客创造价值 并与之建立稳固关系的过程 听上去很绕啊 其实拆解下来 你只需要记住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创造价值 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要对顾客有价值 这个是营销的基础 第二个获得利益回报 企业不是慈善机构 企业为顾客创造的价值 就要从顾客那里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 这是所有商业活动能进行下去的基础 第三个呢 建立稳固关系 企业和顾客的关系 通常不是一锤子买卖 而是要在更长的时间里面 进行多次的交易和互动 所以怎么维护并锁住老顾客 这也是营销要考虑的问题 拿咱们这门课举例子吧 这门课可以看作是我提供的一种产品 是我为他人创造的价值 我通过得到这个渠道 把这门课推广出去 匹配了你学营销的需求 我们就产生了交易 你获得的是知识服务 我获得了金钱的回报 当然 未来我们还会在这门课里互动 你也可能因此关注我的知识城邦 这就形成了顾客关系的维护 将来如果我再开一门课 我通过知识城邦就能告诉你 你再来购买 这就是一个极简的对营销定义的拆解 你听我刚才拆解 就能感受到 营销不仅仅是推广的事 它还涉及到一系列的经营活动 你要考虑产品的价值 还要有一个渠道 还要想办法跟顾客保持长期的联系 这里面我们可做的事情非常多 千头万续 我们怎么才能简单快速的分析 和执行营销活动呢 你可能听过很多种框架 但最经典的是4P 虽然后来又有人扩展成了什么7P 甚至是12P 还有人提出4C等各种各样的模型 但我做营销这么多年 拆解和操盘过上百个营销案例 得到了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 4P就是那个最好的也最有效的框架 任何一家企业的营销活动都逃不出4P 甚至可以说营销的全部就是4P 我们再来稍微回顾一下 4P分别是product 产品 price 定价 place 渠道 promotion 推广 这是1964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的 杰洛姆麦卡锡教授提出来的框架 请注意有一个词我重复了好几遍 框架 对4P其实既不是一个方法 也不是一个理论 它只是一个框架 那问题又来了 一个框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说营销的全部就是4P 这么说会不会太绝对了 毕竟现在都2023年了 我有两个理由 你来听听看 第一条理由是4P框架穷尽了营销活动的所有方面 只要是做营销 你肯定要有一个产品 要给产品一个定价 要考虑销售渠道 要做各式各样的推广 4P这个框架能让我们更简单 快速系统的执行营销的活动 第二条理由 不论技术怎么发展 4P这个框架也不会过时 不管技术怎么发展 渠道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怎么变化 这个框架都有效 那举个例子 20年前很多商品的主要渠道都是超市 那现在变成了电商 美团外卖 以及直播 但这只是渠道形式的变化 并没有改变4P的基本结构 所以我说营销的全部就是4P 这么多年来 营销界看似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但却永远跑不出4P的框架 当你习惯用4P来思考和审视营销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像打开的天眼 一切营销的新实践 新现象 营销新概念 都可以在它的解释范围之内 好 说完4P框架的实用性 我想再进一步带你看看4P之间的关系 虽然说产品 定价 渠道 推广这四个要素 在概念和功能上是相互独立的 但在实际的营销实践中 这四个要素又会相互交叉和重叠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说几个例子 你感受一下 比如说你的产品要上东方甄选 直播间 主播董雨晖在帮你卖这个东西 那这个场景下东方甄选承担什么功能呢 首先他肯定是渠道 负责把产品卖出去 但是董雨晖作为一个关注量极高的顶流主播 他在直播带货的同时 也在推广你的品牌 直播结束后 你还可以把董雨晖直播的视频切片 做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 这个时候董雨晖就相当于是你的品牌半个代言人了 当然了 这个首先要取得董雨晖的同意啊 你看在这个例子里 渠道和推广两个要素就重叠了 东方甄选既是渠道 又承担了推广的功能 跟东方甄选类似的 还有一家企业也值得提一下 你可能知道 河南许昌有个传奇的超市叫胖东来 据说以胖东来超市为原心 半径两公里内被称为超市坟场 就是说只要胖东来开了店 别的超市就没活路了 超市嘛 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就是四批里的渠道 但胖东来不一样 它成了国内消费品争相推广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胖东来是零售行业的朝圣之地 每天都有大量的商超同行 来胖东来考察学习 如果一个消费品牌要是上了胖东来的话 我嫁 那就意味着在全国的商超采购员面前打了广告 你想这个推广都有多精准 所以如果你在考虑把自己的产品放到哪些渠道销售 那高杠杆率的做法就是去看哪个渠道同时也起到了推广的效果 比如一个高端旅行箱品牌 他选择在虹桥机场开店 这本身就是推广活动的一部分 除了渠道和推广容易重叠 产品和推广也经常重叠 小米早年推出的MIX1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MIX1主打全面屏 也就是手机正面是一整块屏幕 几乎没有黑色边框 当时这个技术还不成熟 所以MIX1的良品率很低大 远没有达到量产的水平 但即使是这样 小米还是决定发布这款有点超前的产品 这一下子就把外界的关注点 从低迷的销量转移到了黑科技身上 所以这部手机既是产品的一部分 又是推广的一部分 而且当你生产出一个 别人没办法追赶的产品的时候 产品本身就是在做推广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的Chat GPT 它的推广引发了全球范围内 对AI大模型的关注 Chat GPT既是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的一款科技产品 同时又是一款公关型产品 它起到了K矿OpenAI的作用 甚至是背后投资的微软 都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好 我们再进一步 4P之间的关系还不只是交叉和重叠 它们其实是一个联动的系统 一个变了 另外三个也会跟着变 举个例子 去年我在长沙考察 零食量饭店 零食很忙 发现国内某个大牌的牛奶 就在他们店里销售一种小规格 牛奶包装 那这种包装规格在其他领售渠道 比如说超市便利店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零食很忙的定位是平价零食 目前已经开出2000多家门店 销量非常大 品牌方如果卖和其他渠道 一样规格的牛奶 因为价格比较高 所以很可能就入住不了零食很忙 那要想成功入住 品牌方就要妥协 为这个新渠道单独设计一款规格不同的鲜奶 单独定价 单独销售 这就是渠道在影响产品和定价的例子 我想请你再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几年出现了很多做汉堡的新品牌 像塔斯厅 派乐宝 发展都特别快 塔斯厅的门店已经超过了5000家 都快赶上麦当劳了 这也是一个渠道影响产品的典型例子 你仔细研究一下塔斯厅 会发现它的外卖占比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汉堡这个产品就非常适合做外卖渠道 而且外卖渠道崛起后 餐饮品牌如果想做外卖 你就必须做出适应这个渠道的产品 比如你会发现 有些奶茶品牌会增加小包装的零食品类 那为什么呢 因为奶茶的客单价太低了 有时候它不够起送价 你加一包零食就能够凑单了 所以我经常说渠道即产品 产品即价格 不同的渠道就需要不同形态和规格的产品 不同的产品又会有不同的价格 渠道产品定价推广四要素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们在做营销策划的时候 必须全盘考虑综合调整 好 关于4P这个经典的营销框架 我就说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4P具体模块的学习 我会按照产品定价渠道推广的顺序 带你拆解每个模块的关键问题 在产品模块 我会重点讨论需求洞察和产品设计的问题 产品本质上就是我们提供给顾客的价值 也是营销的基石 同时我们还会讨论产品包装 产品体验等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问题 接下来的定价模块 重点要提醒你定价的重要性 因为定价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 也是最难的环节 我会分享一些好用的定价方法和定价策略 也会说出我对定价调整的认识 降价是不是屡时不爽的灵丹妙妖呢 它到底会不会伤害品牌 在渠道模块 我会重点跟你讲 为什么渠道可以决定企业的生死 品牌怎么才能够跟上不断变化的渠道 不至于被淘汰 最后的推广模块 我会讨论大家最常用的推广手段 活动策划 广告投放 品牌传播 更重要的是推广方式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要搞明白的是消费者究竟因为什么而购买 课程的每一讲 我都会为你拆解我操盘过或者近距离观察的案例 如果你也有好案例 它在我们讨论的某个问题上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请你一定要在课程留言区或者知识城邦里分享出来 好 以上就是导论的全部内容 我是小马颂 我们下一讲见